好 季总 要不我们先回去 商量一下NK的事吧 你是因为腿受伤 才退役的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干吗呢 师兄 你别误会啊 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 崴了一下 季总就服了我一下 师兄 教练怎么说啊 我有办法了 NK这次的广告主题 是冠军成长之路 而这个里面呢 都是张浩努力奋斗留下的印记 可以把这些 和背后的故事组合起来 当作NK广告的第一部预热 故事一定特别感人 陈总就是陈总 脑袋刮得就是好使 师兄 你觉得怎么样 后面的广告拍摄时间 我也可以跟教练他们 实际确认好 不过 光有这些静态素材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运动队的宣传室 我们运动队的宣传室 好像还有不少之前训练 留下的视频资料 还有之前的少体队 我都能去联络一下 我都能去联络一下 秦天 我比赛之前 我们到苗先生乐园聚一下 一起吃个饭 行啊 你们说的是 之前偷拍的那个咖啡馆吗 是 你怎么经常去那儿 咖啡馆是我师兄开的 而且我之前打工的时候 就是在那儿 我有事 先走了 好 没用 你的 谢谢 好 你去见了张浩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说你头脑发热 隐瞒家人 放下前途 私自回国 你 季晨 我恨你 无从反驳 看来全中了 对 你说的全对 如果家人可以沟通 我干嘛偷偷摸摸藏着掖着呢 哥 我早过十八了 我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我的未来吧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选择错的未来 错 如果我有错 那你就是有罪 对 从小到大 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想做的你不允许 我不想做的你又强迫我做 谈恋爱 交朋友 考大学 哪一块没有被你监视操控 看到没 我现在身上正套着一个你量身定做的无形牢笼 所以我要挣脱 我要逃离 你找男朋友如果靠谱的话我会干涉吗 至于你考大学 就是因为你喜欢音乐 我才给你报考了朱莉亚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音乐吗 因为只有这个你不干涉 但自从你帮我报考朱莉亚的那天起 这一切都变了 不开心 所以我就想做一点让我自己能开心的事情 好了 现在全被你搞砸了 年年 我只是遇见了账号 但是我没有提你 发短信只是为了逼你现身 年年 你先跟我回家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好吗 哥 我知道爸妈车祸去世之后 你担起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责任 照顾我 关心我 但有时候你真的管得太多了 让我觉得很累 所以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在没有你的地方 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好 你 一直胜很累 我已经在你的地方 对